上队还蛮高的 是目前排名第一 那今天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 今年15岁 你个人最佳的成绩是56.95分 目前排名第20名 像我们刚刚说的技术分跟艺术分 英文翻译过来第二个Mark的时候 它并不是把它叫成艺术分 它是说component component是有五个部分的 所以不是完全是艺术方面 也许我们用中文解释的话 是稍微简单一点 没有那么复杂 不过这方面又包括五个项目 现在它有换任 这个也是一个所谓的一个难度 然后这个知识也是一个难度 所以刚刚它有换任 难的知识 然后也有做八圈 所以只是第三级的一个选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她的柔软度 跟别的女孩子比起来 还是非常 比较落后一点 是 比较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不过这位选手看起来好像 他不太怎么愿意再冰上滑 感觉他很不情愿 一个选手的attitude 就是他的态度非常重要 像常常不管做什么事情 我想你态度影响一切 而且有的时候从表情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 那一脚摔得挺疼的 所以搞不好是那一招摔完之后 整个心情都变差了 但是我觉得比较年轻的选手 或许在这方面他们还没有办法 很快地去调试 请接着来看到他的成绩 第57.99分是在长曲的部分 那么总分是来到89.93分 目前占据第二 这已经超越了他自己原本的分数 在长曲是56.95分的记录 那么今天的成绩呢 高出了一分之多